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慕子虚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今夕,任何一种生活里都能找到幸福 让我们一起来听 做母亲时,我就是个最平常的女人 我对我的孩子的期望 也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 快乐健康 以后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 尽管他们的妈妈有点特殊 但我希望他们成长的时候 就能学会用平常心看待世界 能与人真诚地交流 希望他们能从最普通的生活里 看到最真实的美好 这是很多父母会忽略的一种教育 但在我眼里格外重要 我经常在与普通人交流中得到快乐 我不会用我的光环来照着你 你也不用迎合我什么 所以,我跟那个拉三轮的大爷 看门的保安 打扫卫生的阿姨 关系都很好 每次带着孩子碰见他们 总会热情地招呼两句 孩子看在眼里 就知道该怎么尊重别人 搬家之前 我特别喜欢逛附近的一间小店 里面都是一两百元的花裙子 一直买一直穿 和老板娘也熟了 喇喇家常讨价还价 最后开开心心地做成了买卖 如果孩子在身边 他就会看到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妈妈虽然也会去旗舰店买名牌衣服 用来出席一些重要场合 但生活里更常去的是这样的街边小店 你来我往 物质的买卖间更有人情在 陕西南路路口旁边 晚上经常会出来一对安徽小夫妻 摆着一个炒米粉的小摊 过去我们是那里的常客 他们做的东西既干净又好吃 认识他们有五六年了 他们刚有孩子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们家小三的衣服 全都打包送给他们 我说别嫌弃啊 都是些穿不下的 扔了怪可惜的 他们接过衣服 特别感激 也从不见他们 自处说 我和金星很熟 也不会因为这个 不收我们家吃米粉的钱 该怎样收 还是怎样 特别踏实 许久不见了 关心一下 我最近是不是太忙 别太累 有一年新年 我把小两口请到我家的院子里来 那晚所有的客人都吃上了他们做的东西 炒面啊 炒饭啊 馄饨啊 都说非常好吃 我看着这小两口到上海谋生 从没孩子到有孩子 一直就在那儿 本本分分的生活 它成为我在上海最重要的一个记忆和风景 心里特别珍惜这个画面 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那里 就算现在搬家后离得远些 每个月也会特地的跑过去吃点东西 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平等的关系真美 我想让孩子们从小就能理解这种美 有一天 我在录节目的时候 收到老公一条短信 我跟你讲个故事 那天 是我老公带着嘟嘟 去一个弄堂里 修大衣拉链 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 在那里摆摊 他们俩一看 老伴给老头打下手 那老人特娴熟地就把拉链修好了 极其简朴的生活 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还带着一辈子留下的手艺 在继续为别人服务 这个画面把嘟嘟感动坏了 回家路上 他都在跟他爸爸念叨 那对老夫妻太幸福了 爸爸你看到了吗 他们真是太幸福了 到了家后 又迫不及待地和我家阿姨说 他们可会修拉链 过得可真幸福 这种幸福感染了我的儿子 也感染了我老公 他急着要把这种幸福与我分享 坐在化妆间的我 顿时也被这种幸福传染了 我还感到欣慰 那是我儿子发现的幸福 我有能力的时候 会尽力给孩子们一个充分发挥的成长环境 但事实无常 我不保证这样的物质基础会一直存在 如果有一天 妈妈突然住不起大房子 也没有那么多人认识妈妈了 我就想让他们明白 就算回到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层面 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他们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了那种最平常的幸福 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 不是穿着西装革履 而就在最简单的生活和最丰满的心灵里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 如果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层面 都不奇怪 别怨天尤人 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 在任何一种生活里 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往后余生 愿您健康常在 好运多多 幸福满满 感谢您的聆听